我們這個第二個作業,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因為之前有同學就是說因為GPS沒打開 沒打開就不知道,當然手機就不知道說你是你的位置 所以你一定要打開的狀態 那你想說為什麼這個手機會知道你現在的坐標 其實基本上它是運用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你是在室外的話 它會透過什麼,透過你手機上面的GPS 也就是說GPS,因為天空上面至少會有12顆以上的衛星 也就是說你只要抓到其中三顆衛星的位置的話 那就可以做三點定位,OK 那當然你抓到的衛星數量越多的話,那就越精確 OK,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這個有時候那個衛星的位置 其實相對的還滿精確的,OK 但是因為現在GPS是美國它發射上去的 所以它會有一些軍事上的用途 跟民間上的用途,它兩者是不一樣的 那最大的差別是說,如果軍事用途的話 它可以精確到什麼呢? 就是精確到你現在的位置,大概一米之內 也就是非常非常的細微的位置,都可以抓得到 那它可以配合什麼,配合它的武器、軍事 比如說它要打哪一個點的,有沒有導彈直接打 它就可以很精確的打到 但是民用的就不行,為什麼? 因為民用的話,如果這麼精確呢? 那如果說被拿來做軍事用途的話,那很麻煩 所以基本上,民用的衛星可能會有五公尺的誤差 所以常常你會發現,奇哥我明明在這邊 為什麼它會以為我在另外一個地方 大家會有一個,就是位置上面計算的錯誤 有沒有?尤其是如果你在室內的話 你想說,衛星,所以有的時候為什麼抓不到你的位置 因為衛星必須是在你上面沒有屋頂的情況下 它才可以抓到你的位置 但是如果你有屋頂的話怎麼辦? 這個時候呢,你的手機就抓不到你的位置了 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你要想辦法,所以如果說你要精確 因為你雖然沒有衛星嘛 可是它可以做什麼? 當你進入到室內之後 那GPS的訊號就消失了,抓不到的 然後它可以記入最後一點 並且在利用什麼定位呢? 利用你如果有手機嘛 那手機不是有基地台 基地台的話也是一樣,三點可以定位 也就是說呢,它會知道說你現在的位置 然後呢,你訊號會跟至少三個基地台的位置 它就把那個位置設在中間 有沒有,不過你會發現 也是一樣,三個以上的基地台 如果越多的話越精確 有沒有,三個當然會比較粗略的 那如果四個、五個、六個越多 當然呢,位置也就越精確 OK 那當然這個地方 相對起來沒有GPS來的精確 比較精確的還是GPS 甚至另外的話,如果你用Wi-Fi的話 它有時候可以用Wi-Fi 那每一台Wi-Fi都有一個位置 那也可以用Wi-Fi的位置 所以你會發現你用不同的方式上網 會抓到不同的位置 不過以我的使用經驗 我覺得其實還滿精確的 如果不精確的話 Google地圖裡面是可以做修改的 也就是說你不是說錯了你不能改 像我的習慣是回去之後我再修改一下 它可能偵測到 我可能在附近哪個點是錯的 沒關係,我再修改回來 有沒有,在那個時間軸裡面 應該各位有用的 你就可以再重新修改一下 把它選擇比較精確的位置 OK 那另外的話 那個這個時間軸常常會有 誤判的狀況發生 另外還有一個方式 你可以透過那個Google相簿 像我為什麼到一個地方 我會特別照個相 照相的好處就是說 第一個它可以幫我把我現在的位置 記錄下來 在那張照片裡面 第一個它可以記錄說我現在在哪裡 第二個的話它可以記錄我這張照片拍攝的時間 那這樣的話它會跟Google地圖做合併 也就是說呢 也許Google地圖它判斷說不太知道 因為我剛剛講過 GPS的位置 跟手機定位的位置 其實是比較 這個比較Rough 比較不是說很精確的 但是它可以透過什麼 Google相簿裡面的照片 做一個比較精確的定位 所以我現在的習慣這樣 反正到一個地方 不管怎麼樣 我再拍個照片 然後把它上傳上去 它就自動跟Google地圖 兩邊的訊息 互相比對 很奇妙的 我每天出門的位置 就會很精確的自動幫我畫出一個時間軸 所以我每天回去看一下 我每天去的地方到底花多少時間 然後做哪些事情 其實回顧一下 都還滿清清楚楚的 那這個有什麼好處 就將來如果有時間 我想要寫一些旅遊相關的文學 旅遊相關的傳記的話 那我回頭我就可以很 巨細迷的把每個時間都記錄下來 怎麼樣 這個網址 這個網址裡面的話 當然第一個 如果你上個星期 假如沒有來的話 可能就沒有固定座位上面 你的位置 所以記得 如果你假設上個禮拜 沒有填到位置的話 待會下課再來找我 我再幫你填上去好了 我就不開放了 因為可能應該 需要再補上去的同學 沒幾個 所以 或者是說 你們待會 假如要填上去的位置的話 你就告訴我說 你就把那個 如果你們待會要填的同學 你就告訴我 你就寫一張小紙條好了 然後上面寫什麼 寫你的位置 比如說你要做這個B4 比如說你做B4 這應該B6 B6 然後你告訴我你的學號姓 那我幫你填上去好了 好 順便我知道一下 如果說你上個星期 沒有填的話 你可以告訴我一下原因 好 OK 如果沒有原因 那就表示你上禮拜沒到 大概就這樣子 OK 那第二個的話 上禮拜我們主要練習的 雲端的這個部分 我是用 這個運用雲端裡面的這個 試算表 OK 那當然了 那個雲端上面其實有很多的資源 那為什麼會特別用Google的這個試算表 主要原因是因為 目前使用的狀況 應該是最廣泛的 所以待會的話我會說明一下 這個後面如果我希望把 上個星期 所以上個禮拜是什麼 把那個檔案先上傳上去 所以我好像在這邊有加了一個 加了一個 把它上傳 上傳哪一個呢 上傳這個範例檔 所以這個範例檔 要把它下載下來 解壓縮之後的話 我是把那個 你也許開一個 這個 資料夾 在雲端上面開個資料夾 然後把這個範例檔案 記得要解壓縮 我用7D好了 解壓縮字詞 那解的話呢 就解這個 把這個上傳到雲端上去 這個傳上去 那傳的時候特別注意 在右上角這邊設定 找到一個齒輪 記得呢 你在上傳的時候 記得這個一定要打勾 轉換上傳的檔案 這個記得要打勾 如果沒打勾的話呢 它就會上傳原來的 Ecell檔案 然後我是打勾 傳上來之後 並且把它打開 那我們上個禮拜 主要練習什麼 把這個上面的 包含就是說 這個IPT 然後LATS 這個有講到 那LATS的話 請各位自行練習 還有MID MID的話 這個 像這個性別有沒有 怎麼判斷 性別的話 還記得吧 第二碼 所以你可以 當然這個也要分兩階段 第一個是要抓它的第二個字 如果是一的話 那就是男生 反之就是女生 所以像這一題怎麼做 第一步 你可以等於什麼 等於先MID MID什麼呢 先抓它的第二個 這個資料 所以跟它講說 MID瓜佛 這個資料 裡面的 我要這個資料 這個後面呢 需要兩個參數 兩個參數 第一個是 你要第幾個字 我要第二個字 在逗點 你要取幾個字 取一個字 對不對 特別重要 第二個字 取一個字 然後刮胡 Enter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問你要不要自動填滿 自動填滿 你會發現這邊就抓到什麼 一、二、二、一 那如果它是一的話 就是男 如果它不是一的話 那就是女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怎麼樣 再把這個公式剪下來 然後再怎麼樣 再打一幅 不過這裡的話 跟Excel比較不一樣 Excel以前是直接在插入函數 那這裡的話 比較麻煩 要自己打 那如果什麼呢 如果 再貼一下 這個資料 等於什麼呢 等於1的時候 那就很難 不過1的話 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 記得 你不能輸入這個數字1 因為如果你用me 得到的資料 會是文字 所以記得 這個要前後要怎樣 加一個雙引號 如果沒加雙引號 會出錯 如果是1的話 那幫我輸出什麼 輸出男 反之的話 那就是女 有沒有 男生嘛 然後雙引號 斗點 斗點 反之 後面那個斗點 就是加一個什麼 如果反之的話 那就是加一個女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女 OK 好 那記得呢 再加上什麼 後雙引號 後刮符 記得喔 前後刮符 不能出錯 那做完之後 你就再按Enter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這個公式完成了 那你就把它這個 向下填滿 就完成了 OK 那L1N比較簡單 L1N是算裡面幾個字 所以你可以等於 L1N 然後前刮符 這個裡面幾個字 幫我算一下喔 後刮符 這樣就Enter就可以了 他問你要不要自動填滿 是好了 不要 不行 這個他會打 Ctrl1一下 Ctrl1一下 然後向下填滿 它好像會填到 不應該填的位置 好 那 那 這個的話 是 抓什麼 從第一 開頭抓四個字 那我們一樣喔 等於什麼 這個 這個比較 這個跟剛剛那個MID很像 MID 從 這個裡面的資料 從開頭 那開頭的話 就是從第一個字 要抓幾個字 抓四個字 那就是MID 這個資料裡面 從第一個字抓四個字 Enter就可以了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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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的話 你其實可以向下填滿 填滿的時候呢 改一下 第八 取五個字 那你就這邊可以改 第八 有沒有 取五個字 然後Enter一下 這樣就OK 然後這個的話 是 第三個就乘七 取兩個字 所以這邊可以改一下 從第三個字 取兩個字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所以MID其實還蠻重要的 當然呢 我們主要是 假設說將來 你電腦裡面呢 沒有Excel的狀態下 或者是說你的資料 乾脆就全部放雲端的話 那你這個時候呢 就可以用什麼 用Google的試算表來完成 那當然呢 現在 政府機關 每一年交給那個 微軟公司的那個 授權金 就好幾十億了 好幾十億喔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也就是說 每一年 那光企業付給那個 你想中好像付給微軟 也是每年都是幾十億 上百億的金額喔 那這個授權 因為你會把那個office 一套呢 一套至少都幾千塊 那他不是說你一套就可以 一萬個員工就通通不行喔 你就是一套 只能用一個人 那如果你有一萬個員工 使用office的話 那你就是說呢 你一年就是要繳 一萬個授權給微軟 那你們應該要買過那個 把家用版比較便宜 那企業版的話 一套都是上萬的 好了 假設一萬塊好了 一年一萬塊 OK 一年一萬塊 然後如果你有 像台積電幾萬個員工 假設一萬個員工 一萬乘一萬的多少 一萬乘一萬 那就一兆了 一億的 一億耶 對不對 一億喔 所以你看光像台積電這種大公司 每年交給那個就是微軟的授權金 就是金額是以億去計算的 那就不用說其他的 所以假設啦 如果你哪一天 員工都不需要用那個微軟的office的話 那可以省掉很多金錢 那當然呢 很多公司或者很多政府機關 也曾經嘗試過 我不要裝這個 看看能不能省錢 真的省下來 像有個案例 就宜蘭縣政府 他們一年好像交給那個 微軟就要三千萬吧 我印象中 然後呢 可能他們就會想說要省三千萬 三千萬可以做很多公共建設嘛 但是後來發生一件事 所有公務員都罷工了 因為沒有office可以用 他們工作上就覺得很不方便 就覺得說好像沒辦法完成 哪怕只是一個小功能 利用沒辦法利用 他就覺得好不方便喔 然後紛紛就會寫信、抗議等等的 最後事情推動得很緩慢 於是呢 好吧乾脆還是繼續還是花錢 所以這個當然你說這個是要怎麼解決呢 所以其實當然很多時候 根據就是說 如果每個人都會用雲端的話 這個問題就可以少買很多套軟體了 OK 所以其實這個根本 所以未來是不是說 你們去應徵工作的時候 其實老闆會問你說 你對雲端熟不熟悉 對 他當然會希望說你會雲端 那是不是他可以省掉很多授權的費用 對不對 如果說你會這個他可以少買一套 哇少買一套其實就是一個節省 這個什麼 這個開銷了嘛 OK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多多練 其實我覺得也只是使用習慣的改變而已啦 像對我來說 像我經常在學習新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其實你不斷學習 你就可以改變 你可以匯很多東西啊 那其實就是你的價值嘛 就像我們老師也是一樣 老師其實如果說一直都教一樣的東西 當然你會覺得說這老師其實好像沒有在進步 感覺怎麼講呢 好像就沒有感受他的生命力吧 對不對 但如果說不再有些新東西 你會感覺好像你會比較有那個學習的意願 我會覺得啦 所以其實像我自己也花很多時間在學習 因為其實我花最多時間 我發現像假日的時候 最喜歡去的地方 不外乎就書店嘛 對不對 不外乎就運動嘛 不外乎外嘛 OK 那還有哪一些地方 反而那些社交無畏的 我覺得倒也沒什麼太大的興趣 就是社交就是應該知道 就是有一些講義 就是好像大家好像都很熟很好 然後每個人都很棒 但是其實好像感覺很空虛的感覺 很虛吧 反正這也不能這樣講 可能我有時候想一想這個 人生還最難的就是人的問題 對不對 像電腦的問題都好解決 反而覺得電腦這不是什麼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人 所以人會有煩惱 都不是因為這個東西 而是因為人的關係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這個twin這個要不要 也無所謂 這個twin好像同學會問到 那這個twin的話 比較麻煩一點 為什麼 因為有中文有英文的問題 因為中文沒有空格 有沒有 字跟字中間不會有空格 但是英文字跟英文字中間有空格 所以 請各位 留兩個就好了 一個中文一個英文 把這下面這個把它刪掉 下面這些不要 那我主要是要比較什麼 比較多於空格 所以這五到六這個刪掉 這個比較沒辦法 比如說 這個中華民國 跟那個 這個 I love you 這個 比如說我今天呢 如果要把空格去掉的話 那我就twin 刮鬍 然後把這個給它 後刮鬍 然後呢 按enter 它會自動填滿 不要了 OK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你看 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I love you 這個 是OK的 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它英文 用twin OK 但是中文的部分的話 它就不OK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它 中間還多很多 不應該出現的空白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在處理資料的時候 常常會遇到說 有中文有英文不同的時候 那我應該怎麼解決 OK 這個當然 有的時候其實就是 你要去想一個答案 這個答案有的時候 其實就是根據就是 你對於這個函數的 怎麼講 使用的熟練度 然後你去找出一個答案出來 這個答案的話 當然每一個人想到一直不一樣 反正最重要是可以解決出一個問題 就OK了 比如說有同學說 是不對啊 這個用twin的話 那中文字不OK啊 那怎麼辦 OK 好問題 所以同學常常說怎麼辦 這時候好像 我後來發現 最累的就是我了 我就去想 怎麼辦 怎麼辦怎麼辦 然後我就想出一個答案了 好 然後同學寫出來 同學又有問題 然後我就想 我都發現好像 我 後來發現 原來老師的詞介 就像書童一樣 就是幫人家整理答案的嘛 是不是喔 好像 只是好像 比書童稍微 位階高一點的 或是叫 高級的書童嘛 OK 好像這個 這個年代的老師好像慢慢變成這樣 跟我們那個年代的老師好像形象差距太遙遠了 我記得我以前的老師都好兇喔 哪有可能對你和顏悅色的 尤其我研究所常常被老師嚴厲的指責 嚇死我 比如說遲到 真的把我叫起來罵 我那時候活事班的學生呢 就一個遲到的問題 不過後來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就會比較小心 千萬不要遲 那邊也會遲到啦 但是盡量不要 OK 所以也是好事啦 那如果說那時候老師太可疑越是 我反而不知道說原來這很嚴重 這也很難 像有時候我也會希望說 對你們稍微有嚴厲的眼神 對不對 然後會嚴厲一點 但是又怕說 你們會有那個心理上面的創傷 是不是喔 我發現你們現在都比較沒有辦法 所以其實我也在調適啊 我剛開始教書的時候 其實我也蠻嚴厲的 後來我發現 就是互動吧 有時候其實慢慢觀察 然後跟同學聊天 我發現其實一來你們也會比較主動的啦 然後也會比較不喜歡用那種 比較權威式的那種這個語氣 OK 你怎麼樣 你怎麼樣 就怎麼樣 我們可以討論 就慢慢發現 我們用討論的 然後反而我發現同學會比較喜歡一些些啦 那結果也是 結果應該也不會說 因為我用討論的 然後會影響我的教學 好像沒有喔 我覺得反而會更好 因為畢竟我後來發現 其實真的是教學相長 因為我從你們身上其實也學到蠻多的 謝謝 而且其實說真的為什麼 我現在還蠻喜歡來到校園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就是我來到學校會感覺到我變年輕了 這是一種錯覺嗎 是 百分之百 毫無疑問 不是 真的有這種感覺 因為如果你到企業上課的時候 你會發現壓力好大 而且每一個人就是像猛獸一樣 隨時要把你所有東西吸乾就可以 對不對 那眼神你知道嗎 就是要 但是他付你很多薪水是真的 付你很高的終點費 但是就是要把你所有東西 捷盡可能的通通就是榨乾這樣子 對不對 而且每個地方都要做問卷耶 然後憑老師到底教得好不好 當然我後來是平常心面對啦 因為我覺得你太緊張也沒有用 正常表現就好了 但是氣氛是完全不同的 然後在學校的話呢 就感覺到其實你們是很有希望的啦 就是說可以做很多事情 可能性非常的大 可塑性很高 那問題就是說你們 就是說 也許有些同學還沒有找到自己的方向 如果你找到方向 我覺得你真的可以多花時間 因為你未來可以很大的改變 就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你做對的事情 然後花這個力氣 在對的事情上面 我相信你在畢業之後 應該會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不過前提就是你們還是要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夢想 最怕是說你連想都不想去想 OK 那當然就有個動力 好 那這個問題的話 剛剛提到 這個的話怎麼做 OK 那裡面的話 你們可以去想想看 我的想法是說 我可以怎麼樣 判斷說 它裡面的資料 到底是中文的還是英文的 所以有可能是第一個 我需要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的話 是幫我判斷說 到底裡面是不是 是中文字 或者英文字 那裡面的話 我可以先 假設 我等於有沒有 我印象中裡面有一個函數叫code 這個code的話 就是去抓 什麼呢 這個資料裡面的內碼 code OK 第一步 code 那你會發現 要不要填滿料 如果呢 假設說 回來的這個數字 如果是在哪裡呢 在128以內的話 在127裡面的話 那表示它是英文或者是數字 為什麼我知道 其實這個跟有一個關鍵字有關 叫ASCII ASCII 這個的話 其實你不用死記太多了 這裡面其實就是說 電腦的內碼 因為最早是美國人發明的 但是它的定義內碼的時候 它絕對不會想到中文這回事 所以它只有定義什麼 等於你會發現 這個ASCII 我用圖片好了 ASCII 裡面的話 只有定義什麼 這些 我把它前往了 OK 定義哪一些呢 你會發現 定義那些符號 OK 哪些符號呢 包括就是說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 英文的大寫跟小寫 還有數字符號等等的 但絕對不會是英文 它的位置的話 一定是0到127 所以如果假如 那個code之後的結果 如果大於127的話 那表示呢 它是一個中文字 所以喔 可以用這個簡單的方法 做判斷喔 那也就是說 如果我知道這個原理原則 那我可以怎麼樣 再利用code 所以後面也許各位可以試試看喔 假如說我用中文的話 那可是中文要怎麼做 英文要怎麼做 請各位待會可以試試看 把這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把那個 上個禮拜的這個檔案 這個地方也許延伸再試試看 因為剛好有同學問到說 這個Chin這個地方 該怎麼解決 好